少年夫妻老来伴 陪伴是老年夫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们彼此依赖 彼此照顾 还是彼此折磨呢 肯定是前者吗 对 老师 对 你把它关外边了 你有没有想过 就因为这一门之隔 再也不回来了 你扔的时候想过吗 当时没想过 人家不到六十岁的大姐 对吧 人家自己能走能撂的 身体也好 平时自己家务自己做 她凭什么要继续受你的这个气 天天又摔东西又不关怀我 而且这个离婚的种子 在她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二十年了 她无数次地跟自己说 只要您这儿有一点风吹草动 您摔个盘子 大姐脑子离婚 您扔个东西 大姐脑子离婚 数千次地浮现离婚这两个字 你知道人是有执念的 当我们一直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极其可能成为事实 现阶段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才是弱势 你懂吗 就是你才是那个更需要被照顾的人 因为你自己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 你这一辈子都是夫人照顾的 你就这样对她吗 她怎么可能照顾你啊 你对我好 咱俩是有爱的 你对我不好 我为啥要伺候你 我也不欠你的 但是大姐 过了三十五年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前面讲到的那些 鸡毛蒜皮的事 比如说老公喝多了 你在家里给伺候他 家里到底应该谁来刷这个碗 这些小事 其实一百个夫妻里面 有一百对是你们家这样的生活状况 我不是说这男人一定就是对啊 但其实他不会影响到 最后婚姻是否走向消亡这个结果 我的建议是 如果他今天态度特别好 他有改的意思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因为年纪这么大了 但是可以先分居 可以先不住在一个屋檐下 咱考验考验他 给他半年的时间 看他能不能改好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 没有爱还有勤奋在 能不能改好 能改好 谢谢老师 谢谢 不客气 祝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主任老师 大哥 为什么你的性格会变成这样 和喝酒是有关的 就是人的大脑里面 有两套思维系统 一套叫感性的 一套叫理性的 感性的思维系统像一匹猎马 我一有情绪说 哗哗哗哗 我就我要发现 理性的是个缰绳 就把你拉住 就你稍微喝一点之后 你那个理性的那部分就没了 是这样吧 确实 你退休完了之后 你肯定是从早喝到晚 就一直蒙的状态 你们现在这种相处模式 第一你找不着情绪的宣泄口 第二你找不着能够让你戒酒 或者让你理性恢复的方式 你现在再说什么 你在这保证 说我会改 我一定改 我怎么样 我是不信的 我也不建议大姐信你的 现在离婚的其实非常多 我其实是不反对老娘的离婚 因为以前是因为种种家庭的原因去忍耐 现在我不想忍了 那我要离婚可不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除了离婚之外 我们也有别的办法 让我们先分居一段时间 我们先看一看 还是夫妻 但是我们不常见面 一个礼拜见个两次 三次 先试一段时间 然后再看一下隔离的这段时间 你的脾气各方面 有没有一些变化 好 谢谢陆清老师 打败婚姻的 往往不都是原则性的问题 都是日积月累的小事 真的 我看到您二位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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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的性格说 忍了 有人说 不能再忍了 叫觉醒 但是有的时候你觉醒不一定是对的 忍了又不一定是错的 这大概就是生活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答案 其实还挺难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 腾讯视频 搜狗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看这对老年夫妻 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